疫情当下各地浮光人积极的组织救援行动 走访了偏乡来帮助弱势 国际浮光会的曼谷协会成员 疫情是准备了300份的蔬食餐盒 送往当地的社区 让这些受难家庭能够温饱一餐 带着物资走入偏乡给予关怀 泰国当地在疫情期间备受冲击 浮光而秉持幸运大师慈悲关怀精神 走访挨家挨户伸出援手 三英国际佛光会熟食A计划 曼谷协会第一及第四分会 带领成员来到当地康德社区 送出300份美味素食及防疫爱心包 包括盥洗物品 医疗物资等等 一应俱全 实现人间佛教传善理念 把温暖传递社会 任健卫视泰国曼谷综合报导